Hello, Hello,我是Frank, How are you today? 今天的课厉害了啊,今天咱们要把见面打招呼,包括分手,但是这个分手就是分别的意思啊,把这些咱们能在国外听到的说法啊,我今天全给你讲了 好,咱们课本一上来呢,是一男一女,在街上预兆了,然后这女士呢,在遛狗,这男的叫Steven,女的叫Helen 诶,看到这俩人名字我提一句啊,Steven这个名字呢,男孩用的话还不错,感觉瘦瘦的高高的帅帅的这样的感觉啊 但是Helen这个名字啊,有不少人叫啊,但是我建议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要慎重 因为首先你需要至少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叫Helen的人是谁 特洛伊木马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就是Helen 这个女人长得那叫一个漂亮啊,倾国倾城,当时是斯巴达国王的妻子 然后这特洛伊有个王子叫Paris,看上这个Helen了,给他拐走了 然后这希腊人就不干了啊,必须报仇 好,于是就有着这个特洛伊木马的计策,把这些希腊士兵都装在木马里面 然后运进城,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都爬出来一顿打打杀杀 好,这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叫Helen的人啊 所以说如果你是女孩的话呢,想起这个名字之前你慎重一下啊 至少要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好,我们来看看课文,其实课文很简单啊 Hello Helen,Hi Stephen,两个人打招呼 但是你别看啊,这个简单的Hello跟Hi,它也是有来历的 这个词最早起源于法语的两个词 一个是O,一个是La,Ola,意思就是为,那边 据说这两个词呢,当时是诺曼底人在11世纪的时候征服英国的时候带过来的 然后说着说着,这词就变成Hello了 然后关于Hi的起源呢,我的大学老师这么过讲的 这个这段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啊 他说人们见面的时候一般都说How are you,对吧 这是你好吗 那由于每天都要反复的说这句话,所以大家越说越快啊 How are you,how are you,哈哈哈哈 最后变成Hi了 当然这种流传的说法呢,已经没有适时可考了 但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好了,现在这图里这两个人开始问好了啊 开始说话了 How are you today? 提到这个How are you,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啊 他要有首歌就叫Hello Hello,How are you? 歌词里面就唱了一句How are you? 你好吗 其实关于问好,咱不用学那么多啊 这一句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 什么时候说这句话都不会错啊 也不会过时 有的人学了一堆啊 比如说什么 How you doing,man? What's up,man? What's going on,man? 其实都没有这一句How are you 简单直接啊 首先咱们来看How这个词啊 首先是他读音 这词呢,你别读成这个薅羊毛的薅 How are you? 这就不对了啊 这个呢,你注意他英文的读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里面的 它不是像中文一样简单直接的一个音啊 你看其实Al这个音标呢 你可以把它拆成A跟U 先一个A 然后嘴巴再收紧 U,Al 比如说有人掐了你一把 拧了你大腿里头里面了 然后你就Al,好痛 所以用这个方式就能把这音发好了 How 这个词的意思是如何或者是怎样 我们比较熟悉的问法有什么呢 How far 路程有多远 也就是如何远或者是怎样的远 How long 怎样的长 那就是有多长 How come 怎么来的 当然不是问你这个来我家是怎么来的啊 是问这个问题这个现象怎么来的 它等于Why 当然这个说法呢 今天咱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一点的说法 同时How还可以怎么用呢 How much 这是用来问多少个询问数量的 注意这个时候How much询问的是不可数的名词 比如说多少水 那水呢数不过来啊 那如果这东西是一个可数名词的话 比如说一张桌子两张桌子啊 你问几张桌子 你可以说How many 好那么跟别人问好的时候 除了How are you today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今天我争取给你一网打劲啊 首先你可以这样 How are you doing 这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啊 而且说的时候呢 说得很快啊 Hey Michael how you doing 当然这个英语说溜了之后呢 它会有很多发音现象在里面 比如说刚才这句话 我把这个how呢就读成了ha 然后you呢读成了e 然后这个doing 我读成了doing 这种现象呢 其实中文里也有啊 比如说你干什么呢 这句话 那我们由于中文说得很溜啊 所以说这句话就会被缩成什么呢 ga呢 包括像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这样的话 我们就简单说成凶柿炒鸡蛋 凶柿就是西红柿 包括中央电视台啊 中央电视台啊 就变成了装电台了啊 所以说一门语言 如果你极致熟练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这种连读缩读的现象 好 我们继续来说啊 打招呼都可以用到的什么词 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How are things going 或者是 How are things with you 或者是 How is everything 或者是 How is your life 好 接着来说怎么回答啊 别人说你好吗 那我怎么说呢 咱把这个回答呢 分成三种啊 首先我很好 其次呢 一般般 不好也不坏 凑合过呗 好 第三种呢 就是过得不打地 好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啊 一般回答我很好的时候呢 其实最多的啊 说的最多就是 I'm good I'm good 当然你也可以说 I'm great great 显然比good要更好 是吧 或者是wonderful 这个比great还要好 都快完美了 我的生活太如意了 但是啊 平常跟别人聊天呢 我不太建议你说后面两种 因为让别人演气 是吧 别人问你好不好 你就正常说一句还行 挺好的 就可以了 你别的说 我过得实在是太完美了 我的生活 不要这么高调啊 要合群一点 好 那么除了great wonderful 我们还有什么词呢 fine I'm fine 好 说到这个fine 我不得不再补充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拍短视频的说 这个词不让用了 其实这个词呢 可以在问候的时候 作为回答来使用 但是呢 同时它也有另外一层意思 比如说今天你上学迟到了 然后被老师在后面罚站了一节课 然后下课之后呢 你的好朋友过来慰问你啊 说你没事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一句 I'm fine 就是遇到了不高兴的事 虽然很难过 但是说我没事 我没事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那么除了fine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very well 也就是课文里面 Helen回答这句 I'm very well well这个词呢 可以做形容词 也可以做副词 首先作为形容词的时候 它表示好的 身体健康的 用法呢 就是I am well 那做副词的时候呢 就表示做得好 干得不错 比如说 we work well in the morning 我们早上工作得很好 好 那么除了说very well之外呢 你还可以说quite well 这也是非常好的意思 quite 就是相当的非常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不是很好的话 一般般的话 你可以说not bad 就是不错 这两词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不 错 坏的 不坏 就是我还行 不坏 但是也好不知道哪去 或者你还可以说just so so 这句话 意思就是就这样吧 一般般吧 你还可以说 same old same old same old 就是老样子 跟以前一样 或者是like always 就跟以前 像以前 像平常一样 好 最后回答的第三种情况 就是说过得不行 不好 当然一般人不会这么说的 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 人家问how are you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打招呼而已 不是说真的想知道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所以说回答的时候 不轻易说不好 如果非要说不好的话 用什么词呢 bad I'm bad 或者是比bad还要差劲的话 就是I am terrible 看到terrible这个词 其实这词没多难 我记得我原来看一个电视剧 叫武林外传 当时李大嘴拿着一把菜刀 因为它是个厨子 然后菜刀的正面 刻了一个望得福 然后背面刻了一个泰瑞宝 其实这就是俩英文 一个是wonderful 一个是terrible 就是拿正面切 这菜就做的好吃 拿背面切 这个菜就做的难吃 所以说terrible 就是泰瑞宝 就表示非常糟糕的 非常难吃的 好 到这儿 关于how are you的回答 已经总结的非常全面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课文 看看后面还说什么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 这里面的and you 其实就是个省略句 它省略的是什么 and how are you 就不用再重复的问一下了 就是and you 你好吗 这里面有个连读的现象 你需要注意一下 and的d 跟后面的you的ye 它俩连读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奇怪的 g的声音 and you 这样的声音 and you 好 Steven回答说 I'm fine thanks 我很好 谢谢 好 那么这页上 咱们重点讲一讲 fine这个词 首先它第一层含义 表示非常健康的 非常舒适的 比如说 Steven feels fine today Steven今天感觉非常舒服 非常好 它的第二层含义 表示极好的 非常优秀的 比如说非常美好的景色 你可以说a fine view view这个词就表示景色的意思 同时你还可以说 a fine teacher 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接下来 fine的第三层含义 就是非常优雅的 非常别致 雅致的 比如说 他是一个举止 非常优雅的男人 he is a man with fine manners manners这个词 可以表示方式方法 也可以表示行为举止 除了上面这三种 比较主流的 fine的含义之外 fine还有什么意思 比如说天气非常好 没有云也没下雨 或者是这个东西非常的细腻 同时这个词 还有一个特别冷门的含义 就是罚款的意思 那么今天 咱们只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 Steven这个人非常热情 还挺爱聊的 他接着问Helen How is Tony 那么这个Tony是谁 很显然今天没来 应该是Helen他老公 好 那么这个句型 其实咱们刚才都已经见过了 How are you 那么这里面 只是把are变成了is 把you变成了Tony 所以这么一来 就简单了 问谁怎么样 那你只需要把后面这个名字 换了就行了 比如说How is Michael How is Lily How is Lucy 或者是你活得怎么样 你过得怎么样 How is life 或者工作怎么样 How is work 那复数的形式 刚才上面已经其实提过了 How are things 好 接着Helen说了 He is fine 他也很好 然后又跟了一句 Thanks 你看都很客气 谢谢 因为你问我了 属于你关心我的家人 所以说我谢谢你 然后作为理尚往来 我也得问问你家的情况 How is Emma 那么这个Emma 也是个新出现的名字 按照常理 就应该是Steven的老婆 好了 那么接着Steven说了 She is very well too Helen 这句话里面 没有什么生词 这个to的用法 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表示也的意思 注意前面要加一个逗号 好了 聊到这儿呢 俩人已经聊完了 再聊下去 没什么话题了 属于尬聊了 所以说赶紧再见 Goodbye Helen Nice to see you 其实这句话的结构 跟咱们之前学 Nice to meet you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们使用的场合 不太一样 因为Nice to meet you 是别人给你介绍 一个新朋友的时候 你说很高兴见到你 这个Nice to see you 是两个人分别的时候说 今天见到你 真的很高兴 See这个词 表示看见的意思 跟它意思差不多的 还有个词叫Look Look这个词 只是表示看 比如说天上有一块云 长得像块烤饼 让我跟你说Look 就是你看 这样的一个感觉 Look这个词 强调的是看的动作 比如说看黑板 Look at the blackboard 而See表示看见的结果 比如说我看见一个男孩 在街上 I see the boy in the street 另外还有一个词 叫Watch 这个词 其实在咱们之前的课文里 出现过 当时是它的名词形式 表示表的意思 那么作为动词 表示看 而且是盯着一个东西 目不转睛的看 比如说Watch TV 看电视 或者是看比赛 都是Watch 好 接着Helen也回了她一句 Nice to see you too Steven 然后Goodbye 好 到分别的这一段 我要给你补充几个 咱们说再见的时候 一些用语 比如说明天见 那就是See you tomorrow 一会儿见 就是See you soon 回头见 稍后见 See you later 或者是See you around 这个around 这个词的意思 就是在周围 转圈打转 意思就是说 咱们都走不了多远 很快就能见着 又会回到这再见面 好 以上这些 以See you开头的 其实很多时候 都可以直接省略成See you 所以说 跟别人再见的时候 除了Goodbye之外 最高频率的 就是See you 好 上面这些 说的是短暂的一个告别 比如说你们是上班的 或者上学的 明天会再次见到 就是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around 之类的 如果是分别要很长时间 比如说你的一个美国的小同学 他要回美国了 这时候你就要说 Take care Take care 就是保重 朋友 好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词 叫Farewell 这个词就更加严肃了 更加正式了 这种告别 甚至是永别 绝别的这种感觉了 好了 以上就是一些见面 打招呼 寒暄 包括告词的一些 最常见的用法 今天基本上是给你一网打尽了 好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刚才学的东西 会不会灵活的变通一下 问别人的状态 包括健康状况 或者是考试考的怎么样 就是以How来开头 后面可以是How is 或者是How are 取决于你后面东西是单数还是负数 比如说最简单的 你怎么样 How are you 回答的时候 我很好 I'm good 接着变成第三人称单数 男的他 How is he 他很好 He is very well 接着变成负数 他们怎么样 How are they 回答 They are fine 接着再来第三人称单数的女性 就是How is she 我们看这个图片里 他不是很开心 我们就回答 She is bad 好 接下来在这节课的最后一部分 我要给你补充几个非常重要的指点 就是用来提问这种特殊疑问句的词 这些词你会发现一个规律 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字母W开头的 除了这个how 好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叫what 表示什么的意思 比如说出什么事情了 What is happening 当然happen这个词是一个生子 目前还不需要你去掌握 这词表示发生的意思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什么事了 What is happening 接下来一个词叫where 这个词表示在哪的意思 其实中文里面我们提问 也无非就是 这是什么呀 什么东西在哪 什么时候 也就是这些东西 好 在哪 where 这词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的外套在哪 外套这词咱们学过 叫coat Where is my coat 好 在下面一个词叫who 这词表示谁的意思 比如说你是谁呀 Who are you 那个女人是谁 Who is that woman 在下面一个词叫when 这词表示什么时候的意思 就是what time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你呢 When can I see you 包括后面我们还会学到 比如更加长一点的句子 这个车什么时候出发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下雨 好 接下来这个词叫which 这词表示哪一个 比如说你面前有一个披萨 还有一个牛排 我问你想吃哪一个 which one 当然你可以简单的直接说which one 你也可以把它说全了 叫which one do you like 好 最后一个why why 这词表示为什么的意思 比如说为什么地球是圆的 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会掉下来 当你想提任何问题的时候 就以这个why来开头 你为什么问呢 why do you ask ask这个词表示问的意思 好 这一课的最后呢 还要再给你补充一个文化梗 因为这句话呢 牵扯到一个文化现象 在美国呢 有很多大人会这么逗小孩啊 他们会说see you later alligator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首先你也知道 他后面加这个alligator 它什么东西啊 这个alligator呢 是一种鳄鱼 也就是我们说的短吻鳄 就是嘴巴比较短 这个吻呢 就表示嘴巴的意思啊 那跟他对应的呢 就是这种长嘴巴的鳄鱼啊 大鳄鱼叫crockdale 所以呢 美国大人在跟小孩说拜拜的时候呢 总喜欢逗小孩啊 他有时候就会说see you later alligator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环应啊 只是一个押韵而已 这句话其实最早是出自于上个世纪 50年代一首摇滚歌曲 叫see you later alligator 那么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啊 叫in a while crocodile while这个词呢 表示时间上的一会儿的意思 也就是in a while 就是一会儿再见 然后这个crockdale跟well 这两个词呢 也押韵了 所以说呢 这一来一回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in a while crocodile 就成了美国的一个礼语 通常呢 是跟小朋友告别的时候 或者是两个成年人啊 关系非常密切的 关系非常铁 这时候你可以逗着玩 说这句话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东西 这节课的内容 跟咱们的日常生活是非常贴近的 所以说 希望你把这些打招呼 寒暄 包括再见的用语呢 都给他记住了 好了 感谢你听完 我是Frank 咱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你听完